专注于介绍有潜力的年轻球员 大家好,我是Terry 在几年前,一位叫做Jazir Jackson的中学生球员 在网络上收获了极高的人气 不仅因为他是皇太子Bron James 和人气王Mike Williams的队友 更因为他在八年级13岁时 就已经有了6尺10寸 208公分的身高 甚至高过了Bron James 当时还被媒体认为是同届最强的中坡 如今,Mike Williams依然是2023届 人气最旺的五星高中生之一 Bron James也因为父亲的光环 还暂时保留四星高中生的身份 那么Jazir Jackson现在在哪里呢 还有几乎进入NBA吗 今天我就来讲讲他的故事 Jazir Jackson2004年出生于佛罗里达州 他的母亲从小就希望他可以用功读书 并拿到硕士学位 但Jazir更喜欢打篮球 到他11岁6年级时 身高已有63寸,191公分 更夸张的是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他暴涨了15公分 身高来到了69寸,206公分 这一年中 他因为骨骼迅速生长 而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到了Jazir 13岁时 他已经有了7尺213公分的身高 127公斤的体重 并被AAU球队 North Coast Blue Chips发掘 邀请其加入 这支球队的核心人物 便是小皇帝之子Bron James 因为球队本身实力不俗 汇集了同州的各路好手 而且小皇帝LeBron James 常常会出现在场边看球 队中球员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那时一张Jazir 站在小皇帝身边的照片 在网上爆红 13岁的他已经比LeBron James 更高更壮 同时他在球场上的表现 更像是大人在打小孩一般 一家体育媒体 甚至在当时 就为其挂上了五星的评级 Jazir的IG粉丝 也暴涨了30多万 接着小皇帝 因为加盟洛杉矶胡人队 搬家到了西海岸的加州 Bron James 也随之加入了 当地的篮球强校 塞拉侠谷高中 而留在东海岸的Jazir 则加入了另外一支篮球强校 IMG Academy 但从那天开始 他就没能进入一队 一直在校队的二队打球 一般的身材还穿着和奥娘一样的号码 但在这个对中风技术完成度 要求极高的时代 他的灵活性和空间感都无法达到要求 不断地被同届赶超 从贾赛尔的高一到高二赛季 在各大体育网站上 只有247体育 勉强为其授予了三星的评级 其余网站都是零星 他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今年9月 Overtime Elite联盟 突然宣布签下了 贾赛尔Jickson 这是一个由 著名YouTube运动频道 Overtime 协同亚马逊创始人 Jeff Bezos 创办的篮球联盟 志在为16到18岁的潜地球员 提供打球的环境 和进入NBA的捷技 每个签约球员 都会获得10万美金以上的年薪 甚至还有分红 这个对于一直在高中 打不出来的贾赛尔 无疑是好消息 但Overtime一般以捧红 网红球手而注车 签下贾赛尔 想必也是看中他IG的40多万粉丝 有成为网红球手的潜质 如果杰赛尔真的想要进入NBA 还是需要在自身实力上 狠下功夫 适应这个时代的中锋打法 我也会持续关注他的动态 兄弟们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